整個池子都是我的遊樂場 泡在溫泉池裡游來游去 溫暖的泉水讓小朋友們 只乎舒服 從滑水道上直接溜進水池 兩位小客人小得開心 成為紅葉溫泉 重新開幕後的頭兩位體驗者 溫泉池被綠色植物環繞 泡溫泉池 身體放鬆 眼睛也輕鬆 談到紅葉村不得不想到棒球 這涼亭上頭也是設計成棒球造型 現在重新開幕 這一刻村民等了13年 溫泉池洋 紅葉溫泉 2009年莫拉克颱風席台 洪水夾帶泥沙灌入紅葉溫泉 池子成了泥巴池 這裡幾乎全會 2013年原本都要重建完成 卻又遭到暴雨侵襲 所有進度歸零只能從頭再來 歷經一番努力 終於重建完畢回歸 在地人見證了這裡的興衰 如今又重新有了盼望 部落的一些經濟可能會受一些影響 那一方面又怕說沒有遊客 那這邊會不會就會被遺忘 有那個感覺好像有希望囉 園區內不只能泡溫泉 也因為結合地熱發電 現場還能近距離觀察地熱鑽井岸場 讓遊客更瞭解地熱發電 期待能吸引觀光客 也為村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帶動部落經濟 華視新聞陳鈞毅秋永冰水立榮 台東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收視頻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